如果给范思思和陈玉琪的游戏技能评分分别是几分 范思思满分陈玉琪零分 我是一个玩游戏看屏幕会发晕的人 就是我感觉我脑眼红花 玩不明白 就是好多规则 你跟我裸裂出来了 我也看不懂 陈玉琪最羡慕范思思的哪项技能 我觉得我最羡慕的就是她的时间达人 她是一个特别能够劳逸结合 并且争分夺秒干事情的人 她很厉害 此刻你最想顺移到哪个地点 可以看极光的地方 或者是海滩 海边 很舒适的 可以让我补个觉的地方 因为最近拍了都好困 你看巨石最想对范思思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最想对范思思说的一句话 你真搞笑 模仿一下最近最常用的表情包 你认为剧中自己最下的名传面是哪个 迟到 哦卡 没有迟到 卡着点到达办公室开会的那一场 还有一个就是吵架起床气的时候 你天然我跟他说了多少次 我们的出门时间是8点05 你为什么一定要8点04来出门呢 我今天就差了40 你认为宜加油是你的第一部现代职场喜剧 拍戏过程中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会比以往很轻松很愉快 因为每天拍戏的氛围就像是真的在上班打卡 我们在一个办公楼里面 每天早上我们上班的时间 跟当时在那个办公楼的上班时间其实一样的 有一种起电梯的感觉 如果只用一个字来形容范思思 你会用什么 反内卷 因为我觉得范思思是一个很会高效利用时间 做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上班的时候他就认真上班 然后该摸鱼的时候他就摸鱼 但是他在摸鱼的时候也是把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 把所有的对策都想好了 然后在下班的时候呢 又是一个很会享受生活 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乐趣的一个人 大家都说范思思是现代版布音楼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就是我觉得他能够工作一样都很聪明 很懂得活在当下 然后怎么样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然后让自己是既能够工作 又能够享受两者兼得平衡 就是该工作工作 我们该进行一个轻松愉悦的一个活动 就是让自己去放松 如果是陈玉琪本人在企划三步 你对待工作的态度会和范思思一样吗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本人的话也是属于那种 就是很会均衡我时间的一个人 我会规划好我什么时候上班 我上班的时候 我会花好所有的精力都在工作上面 但是如果说我下班了 我已经打卡了 然后我就会跟大家说再见 不用来找我 假如给范思思开一个个人账户 你会给她取什么名字 第一条微博会发什么 躺平的思思啊 发工作 特别认真的在工作 就是好像我们去健身房 我们总是拍一张照片以后 好像我们很认真地在那举杠铃啊 或者是跑步啊 结果然后拍完那张照片以后就 哎好了放假了 下班了 然后就去玩去了 片场有什么趣事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我觉得姚总监跳舞 姚总监是一个特别全能的人 就是我们剧组有好多全能的人 就是姚总监会跳舞 会唱歌 会背包子 会好多好多东西 然后弹琴 有一天还在那吹笛子 我觉得她是个全才 包括我们的部长 就是你表面上看她觉得 老前辈 但是她私底下就是一个很嗨的 很嗨的那种状态 对 她会活跃我们所有人的气氛 然后带领我们一起去聚餐啊 然后就是像一个特别长辈 然后再带着自己的孩子一样的那种感觉 其实对于我来说压力蛮大的 因为如果我没有带过去的话 就会净足 但是很多时候你并不是说 能够选择到一个好的剧本 然后适合你的角色 就是其实是一个蛮难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 就是我现在还在拍着呢 我是想 其实我还是想要说 就是能够接到自己喜欢的故事 然后喜欢的角色 只有当自己喜欢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人的心思就全过 可以百分之百的精力都用在剧上面 而且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 这种创作的氛围 请分别用波音楼和范思思的口吻 安利大家来看 今日宜加油 不同的口吻 我觉得范思思和波音楼蛮像的 都是一个躺平的人 继续来看吧 入骨不亏 那用你本人的方式呢 我本人 范思思和波音楼都是我演的 来看吧 哇 哇 哇 不是 呢 好